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廖国栋在立法院的发言引起了极大关注 他在最近一次重要会议中 针对某项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 这使得他瞬间成为舆论焦点 此外 自由时报的报道也指出 廖国栋在一次社会调查中被涉及 这起案件的复杂性和他在其中的角色 引发了公众的极大兴趣 廖国栋的家庭背景也是讨论的热点 根据Nonos的报道 他的家人对他的政治生涯有着深远的影响 廖国栋出身于一个有政治背景的家庭 这使得他从小就受到政治氛围的熏陶 在这次事件中 他的家人是否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也是公众关心的问题 那么 为什么廖国栋会突然成为热搜词 首先 他在立法院的言辞激烈 敢于直言不讳 赢得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和关注 其次 他卷入的案件增加了新闻的热度 公众对案件的真相充满好奇 此外 他的家庭背景也为这次热搜增加了更多的话题性 廖国栋的名字为何会引发如此多的关注 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还是他卷入的案件 你认为廖国栋未来在政治道路上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这次热搜事件会不会对他的政治生涯产生深远影响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 Hot Search 2 最近 美光这个名字频繁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上 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 美光的每一次动作都备受关注 这次美光成为热搜词 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和一系列新的市场策略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美光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受到了一些挑战 但他们依然坚持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调整来保持竞争力 自由时报的文章指出 美光最近发布了一项新的技术 这项技术的潜力引发了行业内的广泛讨论 这项新技术不仅展示了美光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实力 也为公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 据赫网的报道则分析了美光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 美光的股价最近出现了大幅波动 这引起了投资者的极大关注 投资者们对美光未来的市场表现充满了好奇 他们想知道美光的市场策略和技术创新是否能够带来长期的投资回报 那么为什么美光会突然成为热搜词呢? 首先 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引发了大量讨论 中国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之一 美光在这里的每一个动作都可能对公司业绩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 美光最近的技术创新展示了他们在行业内的领导地位 这也吸引了大量关注 最后 股价的波动让投资者们对美光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美光的名字为何会引发如此多的关注? 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 还是他们的技术创新? 你认为美光未来在半导体行业中 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这次热搜事件会不会对美光的市场表现产生深远影响 让我们拭目以待 许维恩 这位大家熟悉的艺人 最近因为试管婴儿的失败经历 再次成为热搜的焦点 据报道 他在试管婴儿过程中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许维恩为了实现当妈妈的梦想 选择了试管婴儿这一途径 然而 尽管他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这次尝试并未成功 他在采访中透露 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不仅在身体上 还在心理上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雅虎新闻指出 许维恩在这次失败后并没有灰心 他决定暂时停止试管婴儿的尝试 专注于恢复身体健康 他表示 只有在身体和心理都准备好的情况下 才会继续努力尝试 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也赢得了很多网友的支持和鼓励 中时电子报进一步报道 许维恩在采访中谈到了他未来的计划 他希望通过调养身体尽快恢复健康 并且在未来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的坚持和决心感动了很多人 也引发了大家对试管婴儿这一话题的关注和讨论 那么为什么许维恩会突然成为热搜词呢? 首先 他在试管婴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他的应对方式 触动了很多人的心 其次 他积极乐观的态度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成为了很多人学习的榜样 最后 他作为一位公众人物 这些个人经历自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你认为许维恩的经历 对其他正在经历试管婴儿过程的人有哪些歧视? 他的坚持和努力是否会激励更多人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你认为许维恩未来的母亲梦是否会实现? 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波利维亚最近发生的政变事件引起了全球关注 士兵包围总统府 总统安全受到威胁 这一连串戏剧性的事件迅速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波利维亚近日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士兵包围了总统府 要求总统下台 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紧张局势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联合新闻网进一步指出 政变的背后是长期积累的政治矛盾和社会不满 这次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雅虎新闻的报道则详细介绍了国际社会对此次政变的反应 许多国家对波利维亚的局势表示关切 并呼吁各方保持冷静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 一些国家也在加强对波利维亚局势的监控 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进一步动荡 为什么波利维亚会突然成为热搜辞呢? 首先,政变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戏剧性的事件 吸引了大量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其次,士兵包围总统府的画面和新闻报道 增加了事件的紧张感和冲击力 最后,国际社会的反应和各国政府的表态 也让这场政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讨论 那么,这次政变将对波利维亚未来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总统能否在危机中保持权力? 这场政治风暴是否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动荡? 你认为国际社会应如何应对波利维亚的局势?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这次政变事件会不会改变波利维亚的政治格局? 让我们拭目以待 T1,这个名字最近在台湾篮球界引起了巨大轰动 根据最新报道 T1联盟和PLG联盟即将合并 这一消息震惊了所有篮球迷和业内人士 那么,这次合并究竟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一探究竟 根据联合新闻网的报道 T1联盟和PLG联盟的合并是经过长时间讨论和筹备的结果 两大联盟合并后将共同举办比赛 统一赛程和规则 这一决定旨在提升台湾篮球的整体水平 增加比赛的观赏性和竞争力 中央社的报道指出 这次合并将带来许多变化 包括球队重新分组 赛程调整以及新的商业合作机会 对于球员和球队管理层来说 这次变动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他们需要适应新的环境 同时也可以通过合并带来的资源整合 实现更好的发展 雅虎新闻的文章则详细分析了合并的关键原因 首先合并能够减少资源浪费 提高联赛的运营效率 其次合并后的联盟将更具影响力 能够吸引更多赞助商和观众 进一步推动台湾篮球的发展 此外合并还可以促进球员之间的交流和竞争 提升整体竞技水平 那么为什么替仪会突然成为热搜词呢 首先合并消息本身就非常具有新闻价值 吸引了大量关注 其次这次合并涉及到众多篮球明星和球队 球迷们对他们未来的动向充满了好奇 最后合并后的新赛季将带来许多未知和期待 激发了公众的讨论热情 这次合并将对台湾篮球未来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球员和球队能否顺利适应新的联盟环境 你认为这次合并会给台湾篮球带来哪些积极变化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合并后的联盟能否如预期般顺利发展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